中国最霸气以姓氏,创立王朝最多,出了66位皇帝,人口余7000万。 姓氏在中国也是一种文化,姓氏具有悠久的历史,它小到可以作为家族兴衰的见证,大到可以作为一个国家的象征。 中国的封建王朝都是家族传承制,这就好比是一个大家族接了一个盘,然后轮流把这个盘玩下去,玩不转了就出现接盘侠,于是江山改了姓氏。 姓氏本来是两个子,秦氏皇统一天下后,姓氏变成一个子,后来逐渐发展成百家姓,其实百家是泛指,并不是只有一百个,百家姓里的姓氏就五百多个,这也不是全部。 中国那么悠久的历史,那么丰富的文化,怎么可能才五百多个姓氏,在中国的偏远的山区,还生活着很多不为人知的部落,他们的姓氏如果拿出来,也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。 姓氏是重要意义,视他作为国性,因为人人都渴望当皇帝,但能当皇帝的前提条件,是首先你得称赞皇帝那个家族,平民当皇帝基本没指望。 因为君主制的国家,要确保王朝血脉统一,所以姓氏作为王朝很重要的内容传承下来,皇帝也会选择自己嫡系的儿子、孙子作为皇室传承人,保持皇族血脉。 所以统治者的姓氏往往最金贵,姓氏在皇族那里意味着国性,代表着一个国家的体面和运势。 有的时候称呼一个王朝,往往也会用姓氏称呼,比如李唐王朝,其实这一点对女皇帝武则天不太公平,但奇怪的是,武则天的大洲只存在了短短了十五年,之后,李家又继续统治天下,所以唐朝还是姓李而不姓武。 百家姓这么多姓氏,其实后面的姓氏占人口数量比并不多,占总人数最多的姓氏是前一百个,这些姓氏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七,前十七个姓氏又是大姓,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三十。 在排名靠前的姓氏中,人口级数最大的应该是张,而天生自在皇室系统光环的却是刘姓,趁你还别不服,刘姓是中国古代建立王朝最多的姓氏,而张姓罪人丁兴王,却没出过皇帝,然而也出过太多历史名人,最高的官制在相。 出皇帝最多的姓氏当属刘姓,这个姓氏对华夏民族影响是最大的,人口有七千万,据说还超过这个数量,当然人是在不断繁衍的吗? 首先,刘姓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盛的封建王朝,虽然秦朝在前,但秦朝没汉朝寿书长,能建立一个王朝不难,难的时候是子孙各个争气,能将建立棒传递下去,有的王朝传两三棒就歇态了,根本没下文啊,这说明那个姓氏还是不够给力,后代子孙还是不够牛。 刘氏建立了汉朝,第一次将汉人血性推向历史舞台,也第一次让汉民族作为一个概念,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人,以后我们常说汉人,其实就是从汉朝确立的概念。 因为汉武帝痛击了匈奴,而在此之前汉朝饱受屈辱都不敢反抗,匈奴写信条系吕后,吕后都得和颜月色回信过去,就怕匈奴打过来。 这样的屈奴令汉武帝不能容忍,所以他向匈奴发出愤怒的号角,而且他打赢了,让华夏族重新拾起自尊心。 大一统的汉朝是当时世界上国力和军事力量最强盛的帝国,不过汉朝也是全民军事化的朝代,也有其弊端,总体而言它的意义是很大的。 西汉灭亡后,刘秀建立东汉,又为西汉学命几百年,汉朝一共四百多年历史,新东汉就传承了十四代。 也许刘世天生就有当皇帝的魄力和胆识,刘姓人在建立了西汉以及东汉之后,又建立了西蜀、汉、乾兆、南汉等朝代,当时刘姓的皇帝有六十六位,而且又颇有历史功绩。 后来的朝代对刘姓的后人也十分尊重,包括刘备刘皇叔,很多人对他身份质疑,人并乱,大家依然尊重刘皇叔。 刘姓皇族那么多,谁能分得清,总之厉害就行呗,对吧? 第二,刘氏皇族的后裔大都在北方,因为中国王朝建立在北方多,两汉更是在北方顶度,所以北方的刘氏多。 早在释迦大族时代,刘姓就非常厉害,实行科举制度后,刘氏更是出了不少壮的才子。 第三,中国的姓氏大都源于春秋战国时期,分部比较散乱,血缘也不明确,刘姓发源比较早,所以分部相对击重。 刘邦是佩仙人,当时那个区域刘姓很多,后来刘邦即位后,下令非刘氏不能称王,刘氏就成了华夏文明最耀眼的皇族大姓。 一个善与忘记的民族,注定是没有前途的,请关注公众号,请说历史。 请说与您一起记录中华民族的繁荣与苦难,铭记每一天。